欢迎收看1月1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佳远,新闻一开始有马股走向 大马股市周二先跌后起,科技股和手套股面对卖压 幸而金融股走势强劲,带动马股连市第三天上涨 并且再度以全天最高水平挂收 马股全天大涨14.12点,以1564.29点闭市 在汇率方面,由于大马最新的工业生产指数表现出色 马股对美元汇率继续上涨,升值至4.1890英级 接着有其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有雇员工经营值EPF的消息 截至去年9月30日,首9个月内 EPF的投资收入总额报480亿2000万令吉 比2020年同期的446亿令吉增加7.7% 第三季EPF投资收入为139亿7000万令吉 比前期的173亿3000万令吉少了19.4% EPF的最大投资收入来源依旧是股票 第三季比重达54% 贡献了75亿令吉 这归功于发达市场复苏 递销股内和新兴股市波动冲击 这也减轻了第三季固定收益工具投资收入 从81亿8000万令吉降至51令吉的压力 其中在EPF的投资资产部分 截至6月的第二季为9891亿4000万令吉 第三季则减少到9885亿5000万令吉 距离依照令吉仍有一段距离 虽然EPF并没有说明原因 但预期是跟政府开放会员提款有关 接着有云顶的消息 由邻国太子接控制的邮轮营运商云顶香港 今天证实 旗下德国造船厂在没有任何可能 获得额外资金的情况下 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 而德国政府也把这起事件的矛头指向云顶香港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哈贝克表示 联邦政府已经竭尽所能 防止这一家造船厂破产 然而云顶香港却拒绝严重现役 导致造成约1900名员工丢失饭碗 据政府官员称 德国政府愿意为造船厂提供6亿欧元的贷款 但条件是 云顶香港必须为联邦资金提供额外的6000万欧元资金 外加不少于6亿欧元的担保 对此云顶香港表示 没有能力迫使其他的股东额外出资 无论如何 德国政府表示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 就造船厂的未来跟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换个焦点 外资毁流债市 去年12月再度成为大马债市净买家 大局买进61亿令吉 令外资总持债增至2566亿令吉 持债比例攀升到7个月的高位 全年下来 外资在债市共加码336亿令吉 相较之下 外资对马股需求减弱 12月净卖出11亿令吉 是5个月来的首进 全年撤资额扩大到32亿令吉 全年下来 外资净流入也提高到304亿令吉 卸下2012年以来的9年金高 展望未来 克纳格研究认为 尽管外资回流债市 但在联储局立场转应下 通过加速减买债券 升息或缩表操作 都有可能对中短期流向大马的外资 带来影响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